美女企业家和健身教练一起来的欢迎求生 刚进到丛林里 美女老板就直呼太冷了 受不了 健身教练利用多年的单身手术 快速的升起了一堆火 而且还给美女老板准备了一份法式烤蜗牛大餐 谁知道美女老板却说 你不懂我 这给铁蛋教练长大都无语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道原始欢迎求生节目 一男一女不带任何的装备 在野外生存21天 你可获得百万奖金 这日起男主铁蛋是前海军陆战队成员 退伍之后做起了健身教练 铁蛋平时并不习惯穿衣服 现在脱掉衣服的她感觉完全解放了自己 而女主翠花经营着一家体育俱乐部 是一位妥妥的公司老板 这一次翠花想要突破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 她想让她的员工看一下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刚来到后 翠花就迫不及待的脱开束缚 见面后的两人就彼此相互欣赏了一番 铁蛋对翠花的身材非常的喜欢 只认为翠花是一个爱笑的女孩 是属于她的才 翠花带了一把砍刀 而铁蛋带了一个打火机 除了这些之外 节目组还给她们一个铁锅 她们需要徒步前往目的地进行挑战 这一路上 她们看到了不少动物 这成群结队的鹿群 看着眼泪就从嘴角流了出来 大赵在前面带的路非常难走 全程穿梭在草丛中 这样身材丰满的翠花走起路来非常的困难 这一路上基本上都在尖叫中度过 然而铁蛋也是陶醉在其中 就开局走这么一小段路程 让翠花紧直怀疑了人生 这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她们只好从草丛转入水路 这一路上蚊子非常的多 铁蛋赶紧洗洗了泥巴雨 刚来到这里的翠花 就问大壮吃什么 这给大壮问的无语了 大壮问问没有想到 翠花真的把这里当做是普通的夜营 走了这么久 翠花觉得非常的口渴和头晕 她们决定在水塘旁 打进庇护所 即使中午出着打太阳 但是翠花依旧觉得寒冷 她急需生活取暖 而铁蛋负责收集材料 打进庇护所 翠花使用打火石 在那弄了半天 依旧没有把火升起来 在被蚊子轮番攻击了一个小时之后 翠花干脆直接罢工 坐在阳光底下取暖 而铁蛋在一旁 油载油载地收集木头 铁蛋护划翠花过来帮忙 翠花却说她要先喝水 这直接就把铁蛋给整无语了 她现在觉得这个翠花是靠不住的 两人在各忙各的 但是翠花始终没有把火升起来 铁蛋也没有把庇护所打进起来 两人竟然又玩起了双人游戏 铁蛋告诉她对准水面 如果水放下来了 就证明不能喝 但很明显翠花的手是抬高的 所以这个水可以喝 接着铁蛋就带头去喝水了 翠花虽然口渴 但是她不傻 喝完水的铁蛋就开始生活 两人就尴尬地背对着背 铁蛋弄了好半天 依旧没有把火升起来 翠花本以为铁蛋能够把火升起来 但是铁蛋却说 这地方太潮湿了 两人此时尴尬到了极点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铁蛋提出邀请翠花一起去搬木头 一起来缓解尴尬 翠花直接坐到了一边 两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了 铁蛋只好自己一个人搭进庇护所 到了晚上 翠花突然干渴 呕吐起来 中暑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但是铁蛋却帮不上任何的忙 第二天一早 铁蛋决定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搭建庇护所 最起码得没有蚊子的地方 他们来到了一个空旷的位置 这里没有杂草 也比较干燥 但此时的翠花觉得非常的冷 铁蛋决定要生一堆火来取暖 他使用单纯三十年的手速 肥快地打火 这一次终于把火给升了起来 这把铁蛋激动的 对着镜头就哭了起来 哭归哭 水还是要煮的 此时的翠花也靠了过来 铁蛋将路上捡到的蜗牛用来烤 给翠花做了一顿法式烤蜗牛大餐 在烤蜗牛时 翠花认为得把蜗牛的肉弄出来再烤 否则蜗牛就会爆炸的 但是铁蛋并不理会翠花 翠花又坐到一旁拿起了牢骚 铁蛋将烤好的蜗牛 问翠花要不要吃 铁蛋也没有再继续问 一口就把蜗牛给吃了下去 烤蜗牛很脆 很像鸡肉味 这把铁蛋激动的 手都停不下来了 铁蛋拿起蜗牛 在一旁独自吃了起来 看着在一旁独食的铁蛋 翠花再也忍受不住了 决定和铁蛋说她要退出比赛 尽管铁蛋再三要求 一起坚持走下去完成比赛 但是翠花却说 铁蛋并不在乎她说的任何话 例如刚刚的烤蜗牛 这个铁蛋真糊涂了 明明是刚刚你说不吃的 现在你又说 其实你是想吃的 这算是几个意思 铁蛋总算是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进口 最终翠花还是离开了 她原本想着 这里是铁生活 没想到这里 却是忍受生活的 翠花的离开 让大壮沉思了一个晚上 她始终想不明白 白天烤的那只蜗牛 翠花到底是要吃还是不要吃 第三天一早 铁蛋独自在丛林中探索 她发现了一窝蚂蚁 这将是补充蛋白质的来源 夜里下起了暴雨 铁蛋在庇护所抖了一个晚上 天亮以后 铁蛋决定给庇护所加固 最起码得做到不漏鱼吧 这一闹就弄了一整天 虽然庇护所是动好了 但是始终没有吃到东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铁蛋几乎流失在完善庇护所 和睡觉中度过 独自面对荒野的铁蛋 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给节目组拨通了训练电话 铁蛋的退出 证明他们这一次挑战失败了 经过了十天的原始生活 铁蛋成功的瘦了15G 而翠花第二天就退出了比赛 体重降低了4G 尽管翠花退出后 铁蛋已经坚持生活下去 但她独自面对丛林 确实比较困难 如果有同伴一起打猎 估计大壮能够完成这一次比赛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咱们下一期再见吧